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灯乐尔长楼搞定的腐发天人 再解决 可恶 这该死的护身杖 直接是窩不投 这次是圈头的 可娘记得上辈子 没捅过和尚窝呀 不错不错 小姑娘 你果然非同一般呐 刀 枪 暗器 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攻击的部位 也是咽喉双眼下三落 够阴随 年纪轻轻 战斗手段如此娴熟 想必姑娘应该是贵宗门的核心弟子吧 可惜呀 你并没有任何专精的到处 这不好 以你的自治 若是入我皈依派 将来必能成为威震一方的大能 死心吧 老徒驴 老娘只是咱宗门的一条懒口 我上面那几个随便几下就能弄死你 可惜了 那老娜今日只能 我等一下 在打之前 我有话要说 哦 闭眼 师祖 我知道你老人家一定在什么地方看着 这家伙跟咱们说好的不一样 这徒驴是玄阵 徒儿申请任务调整 要是我赢了 徒儿的奖励分配 假期 一个月 成交 人魂数 通过数法短暂提升修为吗 哼 即便如此 也不过是外相敬罢了 相敬拿下的 为了假期 老徒驴 你的狗命老娘要定了 不自量力 不自量力 可惜了小姑娘 老娜与你之间的境界差距 可不是靠阴谋手段可以弥补的 是吗 老徒驴 老徒驴 你是不是研制过早了 什么情况 毒 不对 是咒 什么时候 难不成 终于注意到了吗 蠢祸 为了让你放松警惕 自以为吃定我 老娘可是装了全城的孙子 等的就是你主动撤掉的龟壳一样的金光照 踏入三步之内 混账 这咒物压制不住 死丫头 你自己不也中咒了吗 所以你的阴谋就是将咒物含在嘴里 与老娜同归于晋 同归于晋 你在说什么主话 老娘的命 可比你这老秃驴值钱多了 简来 等等 阿头坚肃 你他们又别 你他们要解个咒的就不能温柔点 是想趁机把我干掉 放个主人了吧 怎么会呢 赵树马上就要卖人到你的猪脑袋了 我这不是看情况紧急迫不得已吗 盛大喵 鞋碎的气息 怎么回事 长老他 到头来 还是 谁也拯救不了我 就因为这诅咒 因为我是被这个世界诅咒之人 就要把我所珍视的东西 都因意夺走 这样的世界 会灭吧 不是吧 小尸 展开保护立场 封锁这片区域 师祖 方才的战斗 你们表现得不错 接下来 交给维师来处理 是 诅咒 歧毒 怨念 任意一种程道 都将会引发一场 不小的灾祸 难怪无量会如此坚决 久悠的主子 仅是觉醒的咒力 就足以摧毁这个世界 这种体质嘉义时日 必将成为灭界的灾祸 还好 性格倒是不换 能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